歡迎收看 MG朋友 什麼是妳的MG朋友 類似 我身居簡出 所以 朋友就那幾個 MG早就GG了 不會留下 GG了 不會留下很難 我那隻假老鼠也叫GG 不過講真的 因為我們都是工作夥伴 很多年了 其實現在也是好朋友 好朋友 算是有福同享 有能同當了 但在不是那麼熟悉的情況下 有一些朋友 就要想說我跟妳有這麼好嗎 對 分寸拿捏 這就是問題 真的是要趕快給他給砍掉 好 我們歡迎四位來賓 會有精采的故事 首先第一位 最怕碰到AG朋友的玉琳東 是個 害人之心不可有當 防人之心不可無 常常遇到MG的朋友 小心為上 走為上策 是 我是玉琳東 好 接下來歡迎希望AG朋友 通通眼離了余皓然 好 大家好 余皓然 我跟你有那麼熟嗎 小心我跟你一刀兩段 切八段 對 余皓然 不順喔 一刀兩刀 從我小畢業就沒人家做過這個動作 還好切 好 好 接下來歡迎遇到AG朋友 不知道怎麼賣的韋汝 其實朋友 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在耍什麼花燒 我只是忍著不想跟你計較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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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台妹在那邊喝 喝 來 聊到這個話題 心理事商是林翠芬老師 哈囉 大家好 買到MG商品可以貴貨 遇到MG朋友除了拒絕往來 還有別的招數喔 好 怎麼辦呢 第一個 遲到大王手機不接訊息也不回 好 聽你 遲到是一種病 而且遲到 不管他家住多遠多近都一樣 我們有個同事真古怪 我們在一起工作 他以前總是說他叫助板橋 要跨過那個橋 所以總是會遲到30分鐘 每次都用通道理由 後來老闆 受不了 就說這樣子好了 你搬到公司附近來 房住我幫你分享3分之1 那老闆夠意思 好啦 那個 上班他住這個地方離公司 大概走路一分鐘就到了 即便住那麼近 他還是會遲到 因為比方說他本來住板橋 要8點起床 他現在自動延後了 他延後成9點才會起床 所以他就一樣會遲到 可見遲到的人 他那個已經變成說 裂根性 不管他住多遠多近 如果不能從心去改變 起心革命的話 是因為我沒辦法的 以前那個沒有手機 只有VB Call 我約我這個同事 我剛剛講說不管 住哪裡都會遲到的同事 我們約好去綠島玩 然後都是他規劃的 他張羅的 我們到機場苦等不到 飛機就要起飛了 一直等到 真的沒辦法等了 我們就上飛機 上飛機以後我們到了綠島 死人了 完全不曉得從何著手 為什麼呢 綠島怎麼玩 沒有 那個飯店是他 民宿是他訂的 然後那個借摩托車 那個老闆娘也是他聯絡的 我們完全都不知道 我說過沒有手機 結果他不是訊息不回 他是用VB Call 他傳了 他用別的方式來 對 他有直升機 兩個霹靂小嘴 他傳了00000 這什麼意思 我們當時有不祥的預感 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會傳這個 0就是ZERO ZERO可以解釋為 心聲也可以解釋成中指 它不可能是心聲 那可能是中指 會不會它想不開 我們就為了這個事情 他不小心按到了 沒有 那個VB Call傳那樣都是有意義的 VB Call沒辦法不小心按到 他那個已經是刻意 0... 這樣發過來的 六合彩最盛情的時候 對 他不是要報名牌 什麼 我們在綠島那三天 一直心神不寧 已經忘了他那個 遲到不到這件事情 一直為他擔心 對 到底怎麼了 然後回到台灣 第一件事情打探他的消息 怕他是不是想不開 因為那一陣子工作 有點挫折這樣子 後來找到他在KTV 唱眉飛色舞 好開心 我氣到了 心思問罪 你什麼意思 你那個當時我要去綠島 你也沒來 你到船上鈴鈴 我還以為你走了還怎麼樣 你這鈴鈴是什麼意思 玉琳你聰明 一事糊塗一死 那個已經那麼明顯了 就是沒有 沒有 我不來了 夢有 沒有... 我就告訴你 我不來了 那不來原因是什麼 他也不是碎過頭 真瞎 他出門被蜜蜂叮到 然後被蜜蜂叮到以後 因為他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 他就心有餘悸 這個社會好險惡 想想我要去綠島玩 我光出門 驗陽天都會被蜜蜂叮到 那我去綠島 會發生什麼不可測的事情 我不能去 他就回家了 他就是這樣 妳們結尾這次蠻爛的 他真的就是這樣 好人 我覺得我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他約你 但他不只遲到 他甚至沒到 我覺得吃飯那些都OK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他打給我 他跟我說我們姐妹當中 有一個姐妹的媽媽離開了 他說我們是不是該去看一下他 因為我跟那個姐妹沒有到那麼好 我就覺得妳既然打來約我 對方有跟你講 那我們畢竟也認識 我說好 我說那我們就早一天 他在行天宮那邊要去看 就到了當天我人到了 他沒到 然後沒有到 然後妳打電話給他 他手機也不接 我想說 我會覺得說今天飯局或什麼都OK 可是妳這個是人家媽媽離開 而且妳已經跟當事人說 我們要去拜拜要去 怎麼會不到呢 他就真的就不接電話 到最後是我自己去 看到我那個朋友跟他媽媽上了 想到離開了 我這個朋友都沒有接電話 就覺得很奇怪 妳在這種場合 而且離開的人這種東西 妳答應要去看 妳怎麼會沒有聯絡 然後把我拖到那邊 就變成我這個不熟的 去走了一趟那邊 妳去上香人家是不是覺得很怪 想說關妳什麼事 沒有 人家也是開心 因為畢竟我們也是 走錯廳 因為如果你朋友陪妳去 人家會知道說 對...跟他跟他朋友就一起來 他只是覺得說 怎麼會到最後是我 跟他沒有那麼熟的 我自己就很尷尬 這也太尷尬了 越好就該來的主人 Person沒到 對 像我自己覺得 我身邊的朋友 因為我會開車 就真的很容易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要會開車了不起 不是 因為真的會開車 很會被朋友利用 不是 因為我身邊有太多朋友 是不會開車的 所以每次約一約 那朋友就說 妳順便來載 我順便來載 有一次我跟我那個朋友 變司機 對 要一起約去一個長輩家 通常都是我們約晚上9點 他就說那可不可以順便去載他 我就說好 那我們約在什麼路口 所以約在那個路口是約8點半 好 時間到了 8點半 我想要怎麼人都還不來 因為上下班時間車很多 然後打給他 有在線上 都有通 他一切起來 我說喂 他就立刻掛掉 然後接下來我在APP他 任何時候他都是以讀不回 以讀不回 然後打電話給他 他就是開始沒有接 要嘛就是一直插播 一直插播 然後那時候 因為交通時間非常的亂 所以我沒有辦法停在路邊 我就在那邊繞 繞 我想說8點半 我繞到8點50 都已經繞了20分鐘 他還是一直都沒有回我 我想說那怎麼辦 我跟一個長輩約 他又不是很熟 我要跟著他一起去 這樣很不好意思 我想說那到底要 我自己要先離開 還是到現場等他 後來他終於接電話 他跟我講說 我剛剛工作就是有一點忙 然後有一點亂 那我就沒有辦法回應 那沒關係 這樣好了 我已經在過去 那個長輩的路上 那我們等一下約那邊直接捧 我想說 你已經在路上了 那變得我在這邊等你 我等於一定會遲到對不對 好 果然我真的到現場去 我真的就遲到了 然後因為你要上去跟他長輩說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就是有一點 交通有點混亂 我那個朋友就說 都是他 你看我剛剛在樓下等他 等到那個20幾分 他都還沒到 都是他遲到 就把這個責任再推給我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你怎麼不把你剛剛在那邊 我等你 然後你也不接電話的事情 講出來 我想說算了 我就悶著這樣子 以後我就知道 這個朋友要小心 對 其實還滿多遲到大王 是屬於矛盾加逃避型 所以他們在個性當中 有些時候你會發現 他有一些焦慮 或者是說他有一些 比較被動跟比較 就是退縮一點的這種特質 所以有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你有什麼事情 你就直接當面說 讓我們知道你的狀況就好了 可是他們很奇妙 他們就在那個當下 沒有辦法說 你越是一直去打電話他 他反而會覺得 寶寶不說是因為寶寶心裡苦 真的 真的嗎 你起來了 你起來了 沒有沒有 真的 他們是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如果你遇到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 對 你們不要再逼我 你不要再逼我 對 因為他們就寶寶不說是 這時候寶寶是心裡苦 你們只要體會到就好了 所以有些時候 你遇到這種朋友 反而你都不要理他 不要再Call他 不要什麼 他反而會自動出現 你越是找他 他會越逃避 因為他沒辦法面對你 重點在這裡 OK 這是遲到的 第二種是什麼 見色忘有 有異性完全沒人性 對 對 我覺得被一個見色忘有的人 說見色忘有 那真的很生氣 因為像我就有一個朋友 他常常就會跟我說 你真的是大忙人 你都約不到 你有男友就沒朋友 你最好是行程 我這麼滿 很難約 然後為了證明我不是這樣的人 我就說好 你隨便挑所有時間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你隨傳我就隨到 我都OK 然後我就排除萬 我就正會出現在那裡 但是真的有好幾次 他都是我人已經到了目的地 他才一通電話說 那個叉叉男約我 所以我想先跟他去約會 可以嗎 OK 好啦 沒關係 反正你有男友 我們下次再約吧 然後他就走了 但是我當然就真的超不爽的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 你為了一個男的 那個男的甚至不是你男朋友 然後你就這樣子 把我晾在那裡 而且你最起碼可以提前講 你每一次都等到 我已經到了現場 你才這樣臨時跟我說 我就覺得真的很不爽 對 見色忘有 對 我身邊真的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這樣子 妳不是也是這樣嗎 沒有 聽小平平上次說 哪是 他才誇張 我就知道講他的故事 他真的很誇張 每一次他只要跟我約好 我們講說我們等一下 五點要去東區幹嘛 吃什麼什麼 OK 好 都前一天都講好對不對 當天下午他就會打來跟我講說 喂 老婆 我跟你講 那個那一天 我跟妳講那個男生他約我 然後我就心裡 我就有OS 我想說 我就知道你要跟他去 好 我就會這樣放他去 但我覺得有一次更誇張 他也是這樣 就說我跟你講 有一個男生這樣約我 他就說要我陪他去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可是那是妳的菜 又不是我的菜 我為什麼要陪妳去對不對 後來我就想說 拜託 拜託 妳要幫我去檢視一下 這個男生到底好還是不好 我就想說 好 既然是身為妳的好姐妹 我就陪妳去 你知道我到了現場 好 雖然都是一堆小鮮肉 可是他就一直很愛 拿我來開玩笑 跟這些男生聊天 他就會說 你看 圈內 你看 最有臉 但他最沒頭腦的就是誰 誰 身為我 那妳要太有笑對不對 對 沒有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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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問 請說 我罰了 我真笑 對 他這就是屬於 真的就是有異性 完全沒人性 就拿我來開玩笑 去跟那些小鮮肉 在那邊鬆人這樣 聊天當作 鬆他在鬆 對 那都是我在那邊 趕透就完了 對啊 都不知道在笑 我就是真的要求 妳也想送一下對不對 對啊 然後都不講我好 都講我以前什麼 咧咧咧咧出來 都講難聽就對了 對啊 這種見色忘憂 妳是這種人嗎 我完全不是 妳不是 但是我有一個好朋友真的是 誰 不方便講到名字 因為我怕講出來人家 會知道我在講潘若迪 他超級見色忘憂 超級嗎 超級 我們有一個找謝邦的群組 那個群組的出門 找螃蟹 找螃蟹 這個名字是他取的 他自己以為幽默 他自己以為幽默 但我們是笑不出來 那找謝邦 找謝邦 有一個人的群組 很累 很難有 對 就是說你們兩個剛玩太累了 找謝邦組成的成員 看起來應該都是男的為主對不對 對 不 後來變直了 百分之九十都是女的 就都是正妹辣妹那種的 是比方說也是 那雅雅怎麼准你去呢 所以他們每次都怪我說 大家要多互動一點 然後你也不跟大家傳一些訊息 我不是不想傳 是我不能傳 對 要不然我就是傳完以後 馬上要編輯然後把它刪掉 我們的手機老婆管 對 所以我只能夠夾縫中求生存 趕快補一些讚 笑臉這樣子 所以每次那個成員都說 神秘的大拇指再度獻身 就是因為我很久都不會互動 我一互動的時候就是 就從水裡面這樣子 好 當年一臉黑到一樣 如今變成省娃娃 以前我不認識你 我以為你是兄弟弟的 那是因為我男生 妳說臉上長一顆瘤 對 妳那時候很兇 而且我戴墨鏡 對 有這種拍A篇的導演的那種感覺 我必須簡單澄清 因為我很年輕就當製作人 我知道30歲就當製作人 看起來娃娃臉 怕人家呢 娃娃臉 我 芭芭臉 芭芭臉 神芭芭 神芭芭